第22季第8集 哇 完全是老餅之爺 很恐怖 玩具TV第22季第8集 中間有一位無形貴公子的主持 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大家見面 原因是什麼? 就是抬頭這堆東西 閉關 因為近這幾個月都閉關 弄這個系列 另外我也要幫一些人 幫那些人被禁錮了 搞其他事情 在我那裡 密室 逼妻 這個系列 其實由第一次合開 其實差不多一年了 因為 因為你砌老毛也有陪伴 真的砌老毛 其實觀眾應該會不會認識 一看就知道是哪一部作品 其實我沒有見過 可以介紹一下嗎 一看就知道是哪一部作品 有什麼比例 6核 還有6核 那個不算 這些奸角 這些敵機就算沒得6核 沒錯 這套是戰鬥機甲 它沒有比例的吧 沒有 沒有 沒有寫比例 因為如果你看看動畫 它的比例是 尼項尼雅 一千多 因為 一隻基因這麼大 然後 這個打角也是這麼大 如果你把6核在這裡 其實6核是一腳踩死就行 所以 很奇怪的 這6核是劇集早期推出的大角 不是後期推出的 沒錯 我聽回來的就是補充一腳 好像畫面的右手邊 應該是第一集推出的 這隻很可憐 它是被基因搞定了 連陸神都未推出 唯一一隻被基因親自搞定的機體 好搞笑的 以為很厲害 誰知道連基因這樣打他兩下 就散了 陸神合體 8.1年的作品 它總共有64集 我覺得很奇怪 64集 為什麼會出到6核這麼少呢 後期沒有出 沒有 沒有 連最後最型的打角 BOSS也沒有 沒錯 這套 這套 六隻 你說難不難找呢 其實我自己就找了廉價地 找了幾年 是嗎 我是一隻一隻賊 我印象中 十幾年前就不難找 是 尤其是在環球模型 內蒙海會有一堆訂出來 不過那些可能是復刻的 都不出奇 是不是復刻我就不記得了 但是久不久就會見到 你說是否真的很難找呢 我覺得香港就 我不知道會不會特別有一個款難找 但是我只記得久不久都會見到 這隻 我是一套在Yahoo Beat 日本 日本Yahoo 這隻是最難找的五隻 六隻裏面 如果五隻 你偶爾找到單隻 很容易找到 但這隻 為了四隻 難找 而且是最貴的 單隻來說 貴到什麼 實際上可以說 有時會增加到五六百元 就是這盒 哇 對 單隻是這盒 不知為何是特別少的 你找不到 所以我也是一套賣 我很難賺錢 但重點 麻煩導演 你送高小水箱 說貴 為何會貴 貴是貴在這裏 公仔麥 這裏 公仔麥 看看全部都是公仔麥 但是我想說重點 難得的地方 公仔麥 David說知你 開 一隻 哇 因為其實 買這盒模型的朋友 他存了很多 但他買完之後 去砌的人 更加少 因為這些模型 其實很簡單 要砌 很簡單 但是 可能要補一補光 對 對 小心 對 比較 因為他這些模型 比較脆弱 所以 也是很脆弱 因為很多時候是沒有損位 就這樣貼在表面 就這樣貼 所以 動動時都要比較小心 你敢動嗎 對 這隻就是其中一隻 本身的設定 我們來看看 設定就是說明書 你包麻油你也沒有用 沒有 沒有 你扔了嗎 麻油 這個好像沒有 這個好像沒有 德哥你喜歡坐的 沒有 沒有 放在裡面 好像沒有 看見他本身的手是很短的 你重現這部劇中的名牌 差不多只有上下動的手臂 我就改了 又下了球 他就會 你改了可動 那條是甚麼 那條是拿古的頭嗎 類似的東西 我忘了找回來 就剪斷了 就弄到一隻會活動的手 很有那種感覺 很有年代的科幻感覺 因為他沿著他的手是可以伸長 無限伸延 對 那是用來夾著 基因 另外的頭 本身的頭是做 做不到高低的 我都轉了做個波頭 這樣就有一點點動 好棒 你留一留最底的底座給大家看看 底座 BANDAO 有沒有年份 好像有年份 1982年 這隻有做一些重陰影 可以看到 好 Show off Next 我想問一下那些甲口的位置 是否補不得補得瘋 有 不算 其實不算 還有當年BANDAO的組合模型 你用膠水貼 那個位置都很漂亮 算是可以 是的 但這隻好像這隻 就會有做多了毛縫 好像這些頂位 這些甲位全部都沒有毛縫 都做完了 但這些舊的膠 不知道為什麼 硬是你貼了下去 都是會掉 都是有那個問題 所以都是要補幾次 貼了幾次 這樣才算是完善一點 才能做到效果 我看以前的模型雜誌 他們是批了一些筍 就是裡面的筍 是因為歪的 很多時候都會歪的 好像這樣 這隻 我們先拔掉支架 哇 小心啊 好害怕 哈哈 有沒有感覺上膠是脆了 有沒有這個感覺 那也沒有 這隻比較靚一點 都很實質 這隻就改動了一點 譬如下面我會製造了一個 又是波 本身是怎樣的 本身它是 一個裝 一個裝插著在這裡 就算了 本身是 沒有可動的 都是 前後 一個360 只可以轉到360 哦 圓形 是的 我現在可以製造到 可以這樣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的動作 適合了 對 然後手 那邊 這個很棒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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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做多了一個 這樣的造型 好 這個是你加給它 這是後加的 這樣 然後 算了 有這個 黏不住 本身都是做了波頭 所以就會 這樣 很厲害 很厲害 這樣 這樣 可以做多了 前後動作 它本身就是這樣 收起來 收起來 後面 是 對 哦 這隻本身是 綠色會做了音影 然後再噴了smoke 所以會有少許舊 陰森的感覺 顏色上你都跟上設定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又是Next Ding 這隻我比較 比較 隨便 隨便 這隻反而最仔細 好像很 很 對 因為我 黏完之後 才記得 它對你原來很鬆 沒有加固 而且 這隻好像是 我還是什麼 它 突然有機頭 突然 有機頭 可以連飛機一樣 就是這樣 這就是 邊緣的飛機一樣 邊緣的 真的有點像紙摺 哦 是啊 好 Next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會突破 我都不明白 要看下面 看有沒有洗乾淨 好 傳說中最貴的一隻 嘩 竟然是這隻 這隻是飛機 機械人形態 那它 我不明白 它的stand 為什麼要這樣擺 它可以做成一個 飛行形態 機械人形態 變成有破綻 這樣 然後 你就可以拆掉它的資格 它會變形 不是吧 它根本就是 這個 Star Wars的Slave 這樣 這樣 這就是 傳說中的機械人形態 然後 把手鑽 前 厲害 大蟹鉗 不斷打開 嗯 可以向前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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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條馬上 沒有弄得這麼複雜 這隻 對 我都盡量跟回它的圖 本身它這裏沒有眼 我會後加一隻眼 給它 A眼 B眼 對了 對 如果看設定 這個位置是沒有眼的 嗯 下面就是 對 對 我加上眼 噴射器的顏色很漂亮 然後 對 後面這些 加一些東西 讓它沒有太窄 另外 用了金色 用了銅色 所以它製造了 噴射器 那裏 當年都是9.9一盒 重一腳 當年也不便宜 我用了9.9 一向都是貴的 一向都是車資品 OK 第四隻 哇 哇 這隻有什麼 這隻比較像機械人 對 也是唯一一個像機械人 形態的東西 但很有趣 它本身一出場 這套動畫 它本身是會飛投 玩飛投 結合 對 它本身是先做了攻擊 明神妹出了機械人 然後它又合體鋒 忠實在意 還有想說多一點 雖然是 就是 八九 二零 二一 二二 四十年前的模型 它的黑線和造型 其實都真的不差 是漂亮的 你看到那些布局 黑線 造型 鞭位 其實都不 跟現在有很大距離 就是舒適體可動性 沒錯 它原組設定 就是手都是直上直下 沒有關節 手腳都做了波頭 所以可以做到 厲害 抹手 扎爬 抹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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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腿已經很遠 對 沒錯 沒有那麼鈍 像它本身原設的 四方果 真是 整個割 好 最後一隻 鑽地鼠 還要用金屬色 對 我看你也挺常加金屬色 讓它先用 這隻是比較重的 本身這隻藍色 我也是用了 加少許紫 再加少許銀色 所以變成一件事 比較靈 最棒的是 它有尾 對 尾巴很忍悔 正在進化的情況 開始萎縮 是否它的頭轉轉 然後 它本身 腳都是沒有活動 零可動 對 然後我也是加了波頭 所以可以做到這些 你是否先做了切割 要不要 還是它本身是分件 本身這個 是這樣 就這樣撥上去 就這樣貼上去 對 然後我現在把它轉穿 加多一件 之前的高達模型 這些件 然後再加了波頭 可以做到一個 比較大動作 純粹機設計 這隻最活潑 對 然後手部也是做了 嘩 你真的可以爽扭 這樣 本身我加了一些 PC 然後可以做一個 比較多 抹動的手型 就不會弄掉 對 然後如果配合一隻 當年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1比400 那個 六神的體 裡面的基因 對 本身 六神 這個比例的六神 那個我又在改造 改造 因為想改造 全可動 那個完全沒有收到貨 所以這次出不到 那次 那個上色也很大順暢 六神俠是上色 很大順暢 很順暢 所以那時候我只噴了灰色 底灰之後 都沒有弄過 所以這次 把星的環 就做了一個 更加強 就是全可動 但是 應該都要等一段時間 好 主角 一定要有一隻 六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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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我帶了一隻 一說一隻 一說一隻六神 是扭蛋 又不是很大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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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就是台版 最近有師兄葛愛給我的 又惠格 因為一直以來 這套六神的扭蛋 以前小過有 是啊 小過 但是一定不齊 你一定只有那對手 沒有主體 沒有大順暢 那是扭蛋機的 那可以分多少個彈 一隻 這不是五隻 沒有基因 沒有基因 那時候是兩元 對嗎 兩元樓 所以 這也是集體回憶 可以找回 那時候保持了一隻 對 如果那個版本 幾千人 一千多二千都可以 一定沒有問題 正版 即日版 有彈指嗎 這套奈彈 這套奈彈 這是台版 這是台版 如果你是日版 就貴了 一千多二千一套 對 光小便是這麼貴 對 差不多了 好 非常精彩 這集真的完全是招呼老鬼 厲害 現在也是一個潮流 很多日本玩家會把舊模型 通常都是高塔為主 用現在的技術去招呼當年的老母 沒錯 到一句重點 David這次組裝的 不是老母 那麼簡單 是公仔的老母 對 補一下才行 因為其實在組裝這套之前 我上網上找資料 看看怎樣製造 其實坊間 譬如日本模型師 要完成一套 我上網上都是一兩個人做過的 所以資料上都難找的 我也是靠其他日本模型師 他們怎樣改 我調整一下方法 去做出來 所以大家如果玩模型那些 其實可以上網去做功課 然後就開始做 就會得心應手 或者直接PM Darick 他是樂意教授 對 至於吃多少碗麵 就你們自己決定 昨天也是 昨天交收也是 有位師兄 他買了一盒 懸毛道的85模型 他說 原來買哪個兒子玩的 不是 他兒子是神童 還是他兒子 他兒子 他兒子沒有說 他自己是1歲 他兒子可能已經30歲 沒有 他兒子應該是10歲樓下的 從小訓練 還在組裝蒙面超人 那些 啪啪啪的模型 都不容易玩 我想說 是啊 然後我明白一件事 就是 當你買一盒 給個小孩兒子的時候 那個小孩兒子 如果組裝不行 之後怎樣 大人想 當然不是 大人想 你怎樣進屋 就是靠個小孩 原來就是這樣 希望這裡不會有什麼 主婦去看 我小時候 最小時候 其實我 爸爸買了很多模型 其實全部都是他組裝的 斜 甚至是有 煽空 以前很流行的模型 是煽空 全部都是煽空 我哪會認識幾歲 全部都是我爸爸組裝的 所以以前也有這套 我小孩是靈玩具 那現在就滿足你了 謝謝 好 稍後見 你需要拍一張 另一張 另一張 亡水的理由 先拿一張 趁這裡有夠光 對 德哥那個厲害 很厲害 先拿一張 拿一張 這個 這本書一我想 拿下本書 我就是知道你來 所以原本打算買香港版 我也因為你 什麼 黃金電騎士 你買四頂 他就買一批 那些 他出這本書 就是沒有興趣